有给观众朋友大家来评分 我们接下来也要关注的是 中欧的关系 先来看到在中欧峰会上 7号是北京要来登场了 而这个是4年来 双方领导人第一次 面对面的对台 当然说要讨论人权 经贸等等的问题 可是欧盟是高举了 去风险化 反补贴的大旗 所以这个会议是不是又要成为 所谓的龙人对话 也就是说其实还是很难以 化解这个经贸的冰河期 那么早在这之前 其实习近平也预计说 在12月7号的北京峰会上 要和欧洲理事会的主席 欧盟主席来会面 说是要就中欧的关系 像是战略性的问题 等等来深入交流 王毅就提到说 中方希望在将举行的这个峰会上 加强和欧盟的关系 但是我们看到冯德兰怎么说呢 他说欧盟不会一直容忍和中国大陆贸易的逆差扩大 他们说更希望谈判能够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 显然说双方现在整个在谈判的基础上 还是有一些不同调的状况 好 另一部分是我们看到 这个欧洲部分 乌克兰现在似乎也陷入四面楚歌了 欧洲的理事会主席就说 他可能要来缩短访华的行程 米歇尔要缩短到北京的整个行程 处理围绕乌克兰问题产生的争执 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在北京没有安全的电话通话线路 没有办法避免中国监听下的情况 和欧盟的领导人通话 不过我们现在看到呢 俄乌战争还是持续嘛 所以呢美国国务员呢也说 美国在为乌克兰提供资金的能力上 已经是捉襟见肘了 所以呢他米勒就提到说 美国在向乌克兰提供这个军事支持的能力呢 已经快要没了 呼吁国会要赶快的来采取行动 只是呢泽伦斯基 他在受邀一个闭门会上 说是要就乌尔的局势 向美国参议员来发表谈话 结果呢临时 他就说我没有办法参加 主要呢因为乌克兰出了一些状况 那是不是呢 其实乌克兰现在真的状况也不少 这个传出跟泽伦斯基 非常现在有一些内斗的 这个乌克兰总司令 就传出他狮子大开口 因为呢他在美国的 国防部长奥斯丁访问的时候呢 跟他直接要了1700万发的炮弹 还有4000亿美元的援助 甚至呢说这个泽伦斯基 对于这一位总司令 直接和乌克兰指挥官 军队指挥官沟通 他觉得呢这个内斗啊 是不是感觉起来 两个人是越来越强烈了呢 好那不只是这样 基辅市长现在也看不下去了 他就炮轰泽伦斯基 说前线啊这个冰封的政治内讧 似乎也越演越烈了哦 因为他就说泽伦斯基太专制了 我们未来会跟俄罗斯没有分别 还说泽伦斯基到俄罗斯进军前的最后一刻 都还在否定入侵的可能 所以这个没准备好的原因 根本就是因为泽伦斯基他自己没有做好准备啊 那另一部分呢 其实现在这个巴西是不是也开始来拉拢俄罗斯了呢 我们看到呢是这个 先是匈牙利总理 他立足欧盟峰会上 讨论有关乌克兰入盟的谈判 另外巴西总统鲁拉动作频频 他在访问德国的三天的时候呢 也和德国的总理肖茲来会谈了 那就说呢 要持续的来努力推动南方共同市场 和欧盟缔结这个自由贸易协定 那肖茲的回应是说 德国和巴西都希望能够达成 不管是在欧盟支委会 还是在欧洲议会当中 都可能获得多数的支持 那也希望说呢 所有的国家可以表现出务实的精神 来履行这样的承诺 那法国怎么回应 法国就说 他们是反对这个协定 认为呢 这个协定缺乏环境目标 没有为巴西等国 减少这个森林的砍伐 来提供保证 所以他说这个其实 跟环境政策是有相互的矛盾的 所以他不支持 那巴西总统鲁拉则说 他们要邀请俄罗斯总统普清 来参加2024年的G20峰会 他说呢 如果他来参加 他不会把他逮捕 也不会把他拘留 但是对其采取的行动决定 可能会取决于巴西的司法系统 这是不是也留下一些伏饼呢 先请教亮哥 怎么看说这个中欧峰会 可以缓解所谓的经贸冰河吗 其实你光是看巴西总统鲁拉 要搞南方共同市场跟欧盟的协议 你就看到德法意见不一致 所以我讲白了 欧盟 欧盟我觉得就是一个大概只有一些 比如说有时候他会有一些共同的路线的 一个什么拜批书 除此之外 他对于这种有争议性的问题 他真的很难达成一致的决策 比如说以中国大陆来讲 中国大陆礼貌上当然还是要跟欧盟互动 要去说明欧盟即将出台的一些政策 对自己有利的部分要做澄清这样 可是他也没有期待欧盟能做出一致的决策 欧盟所以你看中国大陆 他怎么去对待欧洲的国家 他都是双边交往 比如说明年就是中法的文化旅游年 比如说德国总理 西班牙总理 荷兰总理陆续访问中国 都是双边的 那接下来可能还有英国新上台的外长 他可能也会访问中国 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不期待 为什么呢 因为欧盟目前这么多国家 里面有 里面有大概40%是亲美的 那他们跟法国 德国的意见不一定一致 比如说这个执委会的主席 弘德莱恩 这是全世界公认的亲美派 他上次对以色列因为一面倒支持以色列 还引起欧盟800个官员连署反对他 所以你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说要让对中国的政策要在欧盟达成一致 我认为基础是不可能做到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没办法 行礼如遗 欧盟既然是一个团体 也是一个有分量的团体 所以我多少还是要跟你交往 可是重点是放在各国 事实上我认为鲁拉也会是如此 你也不要计方去跟欧盟签了什么 经贸协议 你看法国就提出环保标准 亚马逊森林的开发 流域的开发 这个巴西内部都意见很不一致 你怎么可能强迫 他要对你做承诺呢 这根本就做不出来 所以我想大概就各培交往就可以了 对 这可能也是一种各自表述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 赖老师怎么看说 接下来这个恶乌的状况 美国的预算局局长 确实很清楚的知道 他们在这一年度所编的预算 给乌克兰的战争中 已经快要用完了 已经用掉97%多了 所以剩下没多少 那现在两党之间又在真心的预算 看起来如果通过不了的话 那明年很有可能 如果来不及通过 那明年就没有钱了 乌克兰这场战还打还是不打 目前的评估 不管是美国的真正的将领 不是政治上的将领 是真正的将领这些专家 以及乌克兰的施战的 这些总司令他们的评估 这场战争打不赢俄罗斯 俄罗斯也没有要退的意思 就是既打不赢也没有要退 那就变成是托尸狗 在那些地方一直托下去 可是俄罗斯的本土没有影响 了不起零星的这些恐怖的攻击 可是对俄罗斯本土没有大影响 那乌克兰怎么办 重建遥遥无起 然后兵援还是不断的损伤 然后援助支持又不到位 可是问题是俄罗斯的武器弹药 却越来越充足 那相当有可能如果俄罗斯 采取强大的军事行动 把整个定略薄河都切断的话 那这个时候 整个乌东地区现无余孤立 未来战局整个逆转 反转的可能性存在 那怎么办 目前我们看到在这今年的三半年 美国的共和党一个重量级的议员 到了乌克兰就问了 泽连斯基明年三月改选的问题 泽连斯基就开始在抵抗了 现在泽连斯基的民调已经掉到后面了 他的总司令的民调比他高 连基辅市的市长的民调都比他高 挑战者越来越多 泽连斯基根本不想改选 泽连斯基目前提出两个理由 第一个 你要我改选 可以 钱你美国人资 美国人怎么可能给他钱 说我乌克兰的选举要美国人付钱 第二个 我的选票要发送到 前线的每一位战士 他必须要能够有回来投票 那这是不可能做得到 所以他提出两个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那目前来讲 他跟他的军事将领 看起来是分道扬镳 分道扬镳 他去前线视察的时候 都没有看到他的总司令赔 这是很罕见的 一个三军统帅到前线去视察 总司令不赔 到底是他不准总司令赔 还是总司令根本不想跟他赔 我觉得这是一个讯号 这个讯号 其实对乌克兰来讲是很不利的 最后一个我们要谈的一个情况 是有关于努拉 努拉的问题是 他很急 他希望南共体在 阿根廷的极右翼的总统上来以前 赶快跟欧盟签订 这个贸易协定 可是问题就在于法国是不同意的 因为巴西跟法国在农产品方面是竞争者 所以这个当然接下来还会有很多的变数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对 法国 欢迎回来 新闻大白话 兵哥怎么看说俄乌现在乌克兰传出了自己内讧 我觉得这个扎鲁兹你 提什么1700万发炮弹 4000亿美军 他就是提一个美军根本不可能达成的东西给他 因为实际上他们在这一波反攻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很严重的矛盾当中 因为美国跟西方的这些教官 就要他们完全按照美国跟欧洲的这种作战方式去攻击 可是他 杂卓斯你就会告诉他们这样 说我们根本办不到 为什么 因为你们所有的规划是你们有空中压制的状况下去施行 可是乌克兰根本没有空军 根本没有办法按照你们的作战就要去打 结果一开始因为迫于美国的压力 结果他们就硬着头皮上 结果本来预计第一天要进攻18公里 结果第一天打下来连两公里都打不到 就直接就被人家挡住了 因为俄罗斯已经开始善用无人机这些东西 经过了一个冬天之后 他们也挖了很多的防线 然后买了地雷 然后用各种无人机去攻击 所以造成了包括布莱德的战车 然后包括那个暴式坦克就战损了特别多 所以他们就一直不断跟美军反映这个 可是美军的认为方式是 是你乌克兰军队训练不够精良 才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乌克兰就一直跟美国人说 不是 是你们不了解战场 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因为其实请大家注意 美军其实也没有跟无人机对战过 他们也没有真正在战场上对战过 所以美军的教官恐怕也不真正了解 无人机现在在战场上会发挥了什么作用 也就是造成了后来 从6月一路打到现在 他们是损失相当惨重 然后进展非常缓慢 他们本来以为能够一路势如破竹 打到海岸边 结果没想到到现在还停在那边 距离海岸边还好几十公里 没有办法前进 所以我觉得这是造成 乌克兰内部军队士气越来越低落 而且对上面的指挥 越来越反弹的原因 杂卓斯尼他自己本身是指挥官的话 他当然就会认为说 你泽伦斯基是受到美国人的压迫 害我的弟兄白白送命 他现在的 他现在本身的声望又特别高 泽伦斯基当然对他也非常忌惮 所以我觉得当一个